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怀孕开始就要观察 然后你是不是高龄产妇 你要不要做一些可能类似侵入性的羊毛穿刺 然后出来之后呢 你要观察他的这个身体有没有一下一些异状 甚至你吃的东西 你知道大陆有一阵子出现所谓大头娃娃 为什么叫大头娃娃 那个奶粉 那个营养成分根本不够 所以小朋友呢 这个身体长不了 那个头还怎么大 所以到了某一个年龄 头跟身体的比例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所以怎么样去让一个小朋友 从小到大得到完整的照护 而且是非常正确的知识 就非常重要 对不对 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讲 很多爸妈会很担心的就是 在台湾其实真的蛮多人是想 小孩子怎么那么小就过敏 异味性皮肤也 对很多 对啊鼻塞 对不对流鼻水 在大一点的时候 哇到了小学区一比 哈我们家的小朋友怎么好像是 这么矮啊 生到倒数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 怎么样可以养出长得高 又不过敏的孩子 那就要跟着杨诚医师这样做 对 所以来我们来欢迎杨诚医师 哈喽你好 大家好 是 他出了这本书了 所以这本书是很实用 而且我觉得他写的很简单 就是不会写的太复杂 对不对 大家看了就懂 对杨诚医师自己本身是这个专攻遗传学的 而且自己也这个做门诊开门诊 然后就是在这个万方医院 包括小儿新陈代谢课啦 小儿遗传课啦 都做这个主任啦 然后也做临床 所以这方面的观察真的很多 我们刚刚在跟杨诚医师聊的时候 就提到了一个字 其实是坦白讲 我觉得我也算 我也算 不能说见多识广 可是算资讯吸收的 算不少的 可是刚刚杨诚医师提到那个名词 坦白讲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 叫做骨灵 骨头的年龄啊 长得高跟骨灵 很有关系 是不是 怎么说 这个骨灵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们 当然就好像 我们的这个 树 或者是我们的人一样 我们人有 我们自己的年龄 可是我们骨头 有我们骨头的年龄 怎么说呢 这个有 这个骨灵的概念 其实跟我们的身高 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骨灵 每个人 比如说女生 我们的骨灵只能长到14岁 那我们的男生呢 只能长到16岁 那这段时间呢 一开始我们的小朋友 从出生 一直到14岁 或者是男生16岁 他的骨头的年龄 就慢慢的长大 然后等到我们14岁的时候 我们的骨灵就不再长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也决定了我们的身高 所以我们才会说 我们从 没有骨灵就没有身高 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 等一下 对不起 我中间打个岔 是 听众朋友要了解 刚刚讲的14岁 是骨头的年龄 不是你实际的年龄 不是你实际的年龄 所以有可能 今天我其实才10岁 可是我的骨灵已经14岁了 或者也有一种可能 我虽然我的年纪15岁了 可是我的骨头年龄 才13岁 是有这样的可能 对不对 是的 好 然后所以接下来 对 所以呢 我们的影响我们骨灵 我们常说的骨灵 有骨灵才有身高嘛 那影响我们的骨灵的天敌 其实是我们的 这个女性荷尔蒙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 有时候你们在房间 可能会听到很多家长说 来了月经就不长身高了 对 我以前听到的说法是说 只要女孩子来了出经之后 基本上它就不会长高了 是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来了出经之后 它每个月都来一次 对不对 那来一次之后呢 它这个荷尔蒙就每天 就是每天 每个月 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骨灵 那我们骨灵就会关闭了 所以呢 我们的长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你说生长版就会关闭 是的 所谓的生长版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说法 其实是有它的根据 就说你女性荷尔蒙 这个分泌的越多 越早开始的话 你的骨头年龄 当然就是病人进行的越快了 对 那可是对于男生来讲呢 那不影响 我们的男生其实也有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女性荷尔蒙 男性荷尔蒙 所以你看我们的男生 在青春期是不是长得特别快 对 他可能一年可能长个十公分 对 这个都是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他如果提早变身 是不是所谓的提早 进入他的青春期 是 那这个时候他的骨灵 也是被牺牲的 可是问题要提早变身 不是他的男性荷尔蒙分泌的 更旺盛吗 是 所以他一年当两年用 所以你说女生的话 就是女性荷尔蒙影响 男生就是男性荷尔蒙影响 男性荷尔蒙影响 是 那他一年当两年用 你今年看到他 长得十二公分 可是他的骨灵长了两年 所以他的年成长率 是不是只有六公分 哦 所以骨灵要处以 你的公分数要处于 你实际的骨灵的成长 不是处于你的 实际的年龄成长 是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误会 比如说这个男生 他觉得十三岁 嗯 他变身了 那么你刚才不是说 骨灵十六岁吗 对 那他很开心啊 因为他觉得他有三年 对 可以长 没有 他如果是性早说的小朋友 他可能一年半 或者是一年 他骨灵就长 两年到三年 所以他现在只有160公分的话 他就算真的让他长一年的时间 他可能一七零 他就结束他的身高了 那一七零对男生来说OK了 可是如果说他十三岁 变身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一六年 那怎么办 哦 所以骨灵怎么样让他长得慢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的骨灵呢 而且这样讲 骨灵跟我们所谓什么 骨质疏松什么的 有没有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哦 好 那骨灵要怎么看呢 怎么检查 嗯 骨灵我们一般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 小儿内分泌科医师啦 遗传科医师 性陈代谢科医师 我们大部分都会 看我们的这个 左手 左手 为什么是左手 对 因为我们 为什么是左手 脑筋起转弯 那实际上 就是任一手基本上就可以 呃 应该说 我们人类 一般都是 右手 是 呃 主要用手 关用手 对 那我们 呃 看这个骨灵呢 我们要 对一个图谱 哦 那那个图谱呢 所有的 的 影像 全部都是左手 OK 所以我们是 就比较好对照 是的 OK 那看左手 就去照 S光吗 还是什么 是S光 然后看每一块的骨头 哦 它的年龄 哦 一个平均 嗯 每一块骨头 每块骨头 我们的手 每一块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关节地方 其实都有一个骨头 所以换句话说 有可能我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 小小拇指 至少就有 这样是不是三节骨头 呃 是不是 应该是 这里一节 对 然后中间这里一节 OK 对 就好几节嘛 所以有可能 我一根手指头的 不同的骨头 骨灵是不同的 不太一样 对 哦 那会差很多吗 不会吧 不会 嗯 就是一个平均 大概 如果说 我们看起来 这个骨灵是十岁 那可能 每块骨头 可能正负两到三个月 这样子 哦 所以要 去评量你的 这个骨灵到底多少 所以照 着色X光 就可以 就可以观察 对 可是重点是 你知道了你的骨灵之后 还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是最好 是我怎么样 让我的骨灵 长得慢 是 第二个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握 在我还可以长的 这段时间 赶快长 是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些怎么做 我们待会来 请教专家 杨诚医师 马上 12点17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六星 广门列台 POP 抢先报 我是张诗诚 我是汪佑和 来到现场是杨诚医师 谈论这本书 跟着杨诚医师 这样做 养出长得高 不过敏的孩子 所以长高 跟他提到 骨灵很重要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骨灵可以保持年轻 对啊 对啊 让他越年轻越好 而且千万不要 把他认为说 一开始长得很快 就表示他以后会长得很高 反而更糟 其实我们很多小朋友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也就是说 一刚开始的时候 小朋友长得很高 然后也不太注意他 因为家长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的人 的营养都非常好 他一定会比我们父母亲来得高 所以不太在意 对 但是呢 发现说 他一个学期 可能长个五六公分 一个学期才六个月嘛 他长了五六公分 他觉得很开心 可是对我而言 我一点都不开心 为什么呢 他来到门诊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 我画他的这个曲线图 发现他比这个所谓的爸爸妈妈 遗传给他那个身高 来得好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乳房发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乳房发育的时候 他身体里面就会有这些女性荷尔蒙 那这些女性 我们就会刺激他的古龄 所以他的古龄一定是比他现在这个年龄快 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呢 觉得才长得比较快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一定要看他的古龄 所以他古龄超前呢 我就会教他怎么做 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古龄的天敌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所谓的女性荷尔蒙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代谢掉 所以我们每天呢 开始魔鬼训练 每天都要30分钟的运动 然后跳绳500下 然后餐与餐之间 不能吃甜的跟油炸的东西 因为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的吃甜的下去 我们的胰岛素就会增加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脂肪合成增加 所以我们会变胖 那就二线循环出来了 你的身体里面的脂肪多 那么累积这个女性荷尔蒙也多 那么他这些荷尔蒙 是不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古龄 所以等一下 所以胖跟荷尔蒙也有关系 这是很多人我相信都不知道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不能胖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的 一定要每天30分钟的运动 餐与餐之间 绝对不能吃油炸的跟甜食 我非常 现在年轻人就最喜欢吃这两个 餐之间不能吃 那我餐后来个甜点 可不可以 然后我这一餐我吃炸鸡可不可以 偶尔 那我会有一个便当的概念 就是给妈妈的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我们正餐 譬如说我们早餐 我们喝一杯牛奶 吃个汉堡 那没关系 汉堡可能也会有些炸的肉啊 那个叫正餐 但是呢 我们的一个便当的概念就是说 所有的配菜 绿色 各种颜色的青菜 配菜一定要把它吃完 然后呢 主食 主食可能会炸鸡腿 炸鸡排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食嘛 一定要把它吃完 可是呢 我希望家长把这个主食弄成鱼蛋肉 什么叫鱼蛋肉 就是鱼肉 鸡蛋 瘦肉 因为这个三个东西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氨基酸的东西 说他这个主食把它吃完 然后剩下那碗饭吃完就吃完了 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就说 我不饱了 我还想再吃 那么他可能会再拌碗饭 可是在这次拌碗饭的同时 一定有拌碗的青菜 因为一些纤维会阻隔我们的一些淀粉的吸收 所以他一定要这样子使用 对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国小营养午餐 其实如果按照杨诚医师这样的一个作法 不合格 差太远了好不好 尤其他们说多吃青菜水果 每次我看我儿子带回来那个水果 都是那个营养不良的 那个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小的苹果 这么小的芭蜜 这么小的橘子 人家没吃农药好不好 没有吃肥好不好 谢谢谢谢 都是学校在吃这些东西 可是我真的讲 我觉得如果说学校能够按照这样的饮食标准 学生会健康会快乐长 这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 可是学校现在学校吃的都不是这样子 可是刚刚杨诚医师特别提醒大家说 小孩子不能胖 但是你知道吗 我听过一些家长讲说 我现在就是要把小孩子养胖有肉 这样他才用本钱抽高 其实这个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我们先从一开始我们吃下去的东西的养分来看 我们吃下去数的东西只有三样东西 有大卡数对不对 淀粉 然后脂肪 然后还有蛋白质对不对 这三大东西就会让我们长高对不对 我们叫能量不灭定律 我们吃下去的东西一定合成我们要的东西 对不对 好 当我们吃了2000或者2500大卡的东西进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你的身体里面什么东西先拿到 一定是重要的器官先拿到 所以我们越小的小朋友 我们正在成长 因为我们叫合成大于分界 因为他一直要长大 所以他重要东西是不是拿走了 然后可能拿了1500大卡的东西 营养的东西 再来呢什么重要 身高 因为我们的身高会在长 所以我们的骨头在长 我们的肌肉在长 所以他也拿走了一部分 最后拿到的是谁 一定是体重 所以一定是体重最不容易被发现到的 所以如果就像我们大人 你觉得你现在还可以长重要的器官吗 不行了 你还可以长高吗 他希望了 躺着的时候那个脂肪会堆高 也不行了嘛 对不对 所以换言之我们现在吃下去的2000大卡 其实你会看到什么 体重嘛 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你就知道 因为前面两部分已经 不那么需要了 我们没法再讲 对 胖了就是小孩子会啊 是 小孩子会是没有错 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分开两个层面 所以他吃下去的东西 他是不是够的这个营养 他是重要东西拿走 他是长得很好了 对 如果他长胖了是不是他多余的东西 对 就代表你真的给他太多了 他才会长胖 好 这是第二个第一方面的情况 第二方面呢他吃的不对 是 他有这个体重 可是他可能都是脂肪啊 他不是肌肉啊 就像我们练健身一样嘛 对 很多女生发现瘦瘦 可是他脂肪过高 是的 他吃的如果是优质蛋白质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营养这个是均衡的 他真的体重重不叫胖 他体重重一点他长得很好 那是没有关系嘛 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很多妈妈都会认为说 这个小朋友养胖一点 他可以长细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长胖的时候 如果说他是吃不对东西的胖 他的脂肪很多 他的女性荷尔蒙很多 他是性脚熟的 那么他的骨铃是一定是超前的 他往后就不会长高 他是偷跑 但是他前面跑得比较快 荷尔蒙是会储存在肥胖细胞里头的 是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小朋友其实如果太胖 真的需要适度的去调整饮食 是的 不要说 哎呀小时候胖啊 这个 没关系啦 长大抽高就身材 我的概念很简单 嗯 小时候高 不是高 就是指我们性早熟 他跑在前面的 小时候矮不是矮 是指我们的营养不太均衡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这些小朋友 所以他小时候矮一点 那我们就找出他的原因 哦 可是小时候胖就是胖 OK 哎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 肥胖不OK 那可是有些人已经是长高了 有些人又高又胖的话 对不对我们也看过有这种人 是的 那就是他的遗传就是这样 是不是 遗传这身高是不是遗传占了很大的因素 嗯 对七八成 嗯 所以 所以如果他又高又胖的话 表示他的爸爸真的很高 是 爸爸妈妈真的很高 嗯 对啊 所以所以这个东西 反正我觉得 照杨医师的这个原则 我觉得我是对的 你现在 你现在如果 营养过剩就是长长长胖 对 那小朋友也不能他过胖 不然的话到时候会储存在身体里面 可是刚刚杨医师有特别提到说 要运动啊 是啊 跳绳 你特别提出跳绳 所以代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 你要多跳 真的 可以自己长高 是的 是的 真的 OK 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聊的是说 好那古龄那么重要 刚刚讲的是说怎么样 让我们的古龄可以 可以 等于说 长慢一点 长慢一点 不要 那但是问题是说 你又提到说太早长高不对 到底什么时候长高才是对的呢 我们待会儿回来聊 哈喽 哈喽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三十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用和 我是正师成来到现场是这个杨诚 杨医师啊 他这本书叫做跟着杨诚医师这样做啊 嗯 养出长的高不过敏的孩子 嗯 因为一般来说父母对于小孩子的过敏都会非常的伤脑筋 所以坊间谈的其实会比较多 反而是长的高的这个部分 大家都会觉得说 诶好像很多可以听的 就长吧 对 很多这个听来听去的一些知识 但是专家讲的是最重要的 最正确的 杨医师我一直在问就是很多家长就是会去帮助他生长 嗯 除了食物之外他会准备一些什么 转骨汤 转骨汤啊 什么什么什么 擦大人啊 这些东西 有用吗 嗯 呃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正常面 所谓的正常面就是说原理 嗯 我们要长高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在古龄十四岁以前 嗯 然后男生是古龄十六岁以前 其实我们只要要早睡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 这段时间是我们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 哦 所以呢我们早睡觉他晚 他就会乖乖的就分泌这个生长激素给我们了 我如果没睡觉他生长激素会不分泌吗 哦 他分泌的比较少 其实每天一天都有啦 只是那段时间他的频率是最最多的 然后他的peak 他最可以好好做工的时候 对也是最多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说很多内脏在某个时辰开始修补 你那时候不睡觉他就会受到伤害 是的 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可以最圆圆不绝的供应 对 对 那可是如果我不睡的话 他供应量就会比较少 比较少 是的 进入了深层睡袋 杨医师像我儿子 从四零一生长五年之后功课变得好重 嗯 他以前一回来已经把功课写完 就开始再跑来跑去 嗯 他现在有时候晚上写到九点多还在写 嗯 就在吃晚饭 表示功课这种方式 你让你说要九点睡觉 压力 不要说不可能 我觉得在各个地方的小学应该都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你能十点睡觉你就偷笑了 对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也是大家应该要考量的 对 所以说这个学校是不是有必要给孩子这么多功课 还是说在这段成长的期间 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多运动 没错 对不对 然后早点上床去睡觉 健康是一辈子的 可是刚刚杨医师也提到说 诶遗传决定了大概七成左右 那请问呢 剩下的三成 父母如果说好 我就是让孩子 甚至我八点半就让他去睡 让他九点可以进入熟睡状态 然后呢 我的这个营养什么 都早着这个杨医师做去均衡 你说可不可以基因改良 对 那我剩下那三成我可以做到多少 就说那三成我的投资报酬率有多少 能够得到多少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 我们的身高评估的一个概念 假设今天这对夫妇 就是我用一般我们台湾正常的 男生的跟女生的比例来算好了 那爸爸是172 标准身材嘛 然后呢 我们的女生160 就是女生 那对差不多 那这对夫妇呢 他生下一个儿子 那就是男生 那么他的所谓的遗传给他的身高 就是172 加160 好 加11 加11 再除以2 再除以2 对 这个就是他的身高 好 那我们算起来这个身高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正负值 那这个正负值呢 大部分在男生来说 我们的大概正负7.5公分左右 那好 那假设我算起来这个男生 我们现在就不算了 我们的假设还是有171.5 就跟爸爸一样高左右 那我加7.5喔 那就很高了 所以他可以正负7.5 是的 那如果他 如果他负了7.5 那他是绝对有可能的 其实有时候我在门诊 看了很多小朋友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把握的话 事实上他是负7.5的 但是如果好好把握 你就可以正7.5耶 对 对 这真的差很多 但是我听到有人讲说 其实小朋友也可以带他们去看 好像是小腿骨有一块骨头 我们的骨 我们的骨头 其实所谓的生长板 我们的生长板 在我们的这个长骨的上端 是有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骨科医师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内分泌科医师 事实上有时候会看一下这个骨头 就是长骨 长骨上端也是我们有生长板 所以确实是可以大概知道说 那这个小朋友的身高会是多少 对不对 那可是你刚才提到说 小朋友太早高 大家也不要太高兴 这个很矮 你也不要太难过 那重点是 什么时候高是恰恰好 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是 所以我们刚才有先把 我们刚才那个概念 就是说有了生长基数 我们这个生长基数呢 就会作用在我们的肝脏 可是我们肝脏它也很龟毛 它必须要非常营养 非常均衡的情况底下 它才会产生一个叫 人类生长因子这个东西 那这个人类生长因子 这个东西呢 它会作用在我们的骨头 那我们的骨头的 这些软骨细胞 就分化去成长 那我们的长骨 是不是长大 长骨长大我们是不是长高 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说早睡 然后营养均衡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刺激我们的这个骨 骨头 我们的骨头长大 我们就可以成长 可是骨头长大 它是不是要原料 需要嘛 那骨头在长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 油脂蛋白质 特别是钙质的部分 可是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普遍 都还是有缺钙胀问题 因为饮食一些不均衡的状况 所以有了这个钙质之后呢 我们还不够啊 我们还要晒太阳 为什么一定要活性的维他命低 我们这些钙才可以吸收 可是我们像台湾的小朋友 也不太会活动 没机会晒太阳 是的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层次之后 我们已经又补所谓的牛奶啦 钙质给它 然后晒晒太阳啦 它有这些东西充足 它的骨头是不是才长大 对 那这个骨头长大 我们是不是可以长高 所以我们一定有 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这样的一个原料 所以当我们去运动 30分钟跳绳运动 它的骨头是不是有运动 去合成它 这样子我们才会长得好 所以你只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 不管你是中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成分 你只要是 这个是最基础的 但是在太阳要晒多久 15分钟就够了 15分钟 我们亚洲区 大部分不太缺太阳啦 基本上还是可以 可是我们是真的 户外太少 活动 所以那个国中小学 不要再借体育课去上别的啦 对不对 不只不要借体育课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其他的课都不要借 应该每一天 真的都要固定出来 让他没有分钟 对 因为他真的是小朋友 成长最关键的许可 真的 好那我们又回到刚刚 我们知道这样的原理 我们就把握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小朋友 他长得好不好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对 我们假设刚才那对夫妇 这样子 他的给他的这个小孩子的身高 男生这个身高 那我们就一个曲线图 那个曲线图 可能是在50个百分位 50个百分位的意思就是说 100个人去排队 他以后长到172 刚好是50名的 对不对 好那他今天的儿子呢 他来的时候 他可能是8岁 然后我们画的那个曲线图 他只有10% 就是倒数第10名的意思 因为他来找我一定说 诶 那个也有问题 我的小朋友都坐前面那一排 对 但是他是倒数第10名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说他有问题了 怎么说 虽然说我们的正常分布法里面 他是不是倒数第10名 是 可是我们正常分布法 他说还是正常的啊 是 因为我们3到97嘛 都是正常的 可是爸爸妈妈给他的身高 他本来就是在50 这个轨道上面跑 他竟然没有达到 他就有的标准 现在是不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赶快 找出他的原因 所以要去把握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小时候矮 其实不是矮 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他本来 爸爸妈妈 应该是50% 但他跑到80了 那妈妈能不能说 因为我让他早睡 我给他营养均衡啊 所以他才跑到这个前面 那我就是要确认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假设他是女生的话 你刚刚提到这个状况的话 我就要看他是 乳房是不是有发育了 因为他乳房发育 他的古龄可能已经10岁了 他现在8岁 古龄10岁 他还是比别人少了两年可以长 他当在前面 前面个15% 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一定要检查他的高丸 那但是 假设 检查了之后发现说 诶 都没有那些性早熟的症状的话 那就代表说 哦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养得好 对不对 让他能够往前 往前 在这个名列前茅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我们女生就正负6公分 他可能就拿到他这个6公分去成长 这是第一个可能 然后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 遗传遗传也是代代相传 那有可能呢 爸爸 这个对夫妇 爸爸172 那只是他后天的 他本来可以长到180的 然后呢 这个妈妈 他160 他本来可以长到165的 可是这对夫妇可能都是后天 造成他矮小 那他的小孩子 当然也可能会往前面走 是 所以我刚刚正常问的是说 因为有人会说 隔代遗传 因为他阿公高 对不对 是 所以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隔代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因为毕竟我们的身高 除了这个七八成的这个遗传 我们还有后天啊 是 那我们如果就刚才提到 女孩子提早来月经 我们也损失我们的身高 哦 这个妈妈 他可能本来就可以165 他现在160 所以我们讲所谓的隔代遗传 其实也许是因为这个 爸爸妈妈这一段 本来应该 本来就应该讲是可以到 是的 没错 是的 好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 解了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疑惑 而且导证了很多的观念 是 好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 POP抢先报 12点43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 在一起 POP Radio 泰北六星广电台POP抢先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王永和 来到现场是这个杨诚 杨医师要谈这本书 跟着杨诚医师这样做呢 这个养出长得高 不过敏的孩子 嗯 长得高是很多父母 对孩子的一个期望 那有些人说 啊 那医师呢长那么矮的话 哎 哎 既然你说生长基础那么重要 哎 有朋友跟我讲说 好像可以注射耶 这样好吗 呃 其实这个生长基数哈 他 呃 最用来当 当时哈 就是这个科学家去发明他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是用在 所谓的真正生长基数缺乏的小朋友 嗯 那这个生长基数缺乏的小朋友呢 事实上他从小 一开始他就长得不好了 因为就像我们该回到我们的概念 他的生长基数没办法分泌 所以他 不可能有这个所谓的人类生长因子出来 他就长不高 所以我们都会给他们施打 嗯 那这个施打这个生长基数呢 事实上就模拟我们每天呃 睡前奋泌的这样 这样子的概念 哦 所以他是每天需要去打 可是如果说一般的小朋友 假设你不缺乏的话 嗯 事实上我们诊断出来你不缺乏 事实上也不需要去呃 嗯 那房间或者是民间或者是 有些家长会觉得说 诶 那如果说既然有这个药物 或者是我们呃 希望小朋友呃 能够多高一些些 嗯 是不是可以打 那通常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还是经过非常谨慎的评估 嗯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说 可能有一些性早熟的小朋友 对 他可能呃 因为你打了也没用 是的 因为我们的女生大概孤零十四岁 然后男生十六岁 事实上我们是不能打 所以这个呃 药品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施打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们不建议说 家长说 诶觉得呃 也许我可能呃 这个花钱花得起 或者是呃 有这样子的一个呃 一个机会 那我去施打 还是等要经过非常谨慎的评估啦 他除非是经过 除非他是那种 真的有问题的 人体的状况 这样才需要去施打那种东西 但是打那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呃 一般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的以前这个生长技术 他是用我们的这个脑下垂体 就说死去的人 的脑下垂体去萃取的 哦 因为我们生长技术 刚才提到 他是在脑下垂体这边分泌出来 哦 所以以前 因为科学家也是知道说 诶这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用它萃取出来 嗯 那萃取出来之后呢 就给呃 这个全世界一些生长技术缺乏 严重缺乏的小朋友去打 是 然后打的时候发现 诶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出来了 是效果 有一些什么 因为 传染病 哦 对 因为你的这个是 所谓的这活体里面去这个生长 这个脑下垂体去萃取的嘛 那后来科学家就觉得说这样不对 嗯 那可能去研发 所以DNA合成了 所以从1985年之后 去DNA合成了 哦 所以他的安全度 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了 是 但是毕竟是 注射别的东西进去 是的 所以能够不要真的是 还是尽量避免 那当然除非是真的有必要 对 对 发现说用正常的方式 没办法成长才有 是的 这是最后一招了 是的 哦 可是您刚刚提到说 钙质的补充也很重要 那很多家长会说 哦 吃钙片啊 大骨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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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喝牛奶吃钙片 哦 是不是还是是什么样的方法 对 尤其钙片房间白白肿 是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钙质的补充 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特别是在我们青春期的小朋友 我们的这个 油脂蛋白质跟钙质 这个部分 那钙质的部分呢 在青春期一天 需要一千两百猴克的钙 嗯哼 那就是我们有时候 这样讲起来 可能家长听的 就觉得说一千两百猴克 没什么概念 哦 那是这样我会 还是鼓励小朋友喝牛奶 哦哦 那牛奶里面呢 事实上它一细细就一猴克的钙 所以它找完一杯 大概五百细细 其实已经有五百猴克的钙进去了 嗯哼 那剩下的话 我们就是绿色的青菜 嗯 一些小鱼干啦 一些豆干啦 嗯 这些含钙 食物比较多的 那你每天其实都可以摄取得到 那就补充 一定要到一千两百猴克 可是我有听 有些人会认为说 啊那个牛奶不要啦 之后不要再喝了啦 喝豆浆 有植物性蛋白质 是不是也是很OK 呃其实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吃素越越多 哦 那事实上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 优质蛋白质 嗯 那这个优质蛋白质的东西就是我们说鱼蛋肉嘛 嗯 那还有我们的牛奶里面的优质蛋白质 其实它也很丰富的 嗯 那如果说 很多家长家里面是吃素的 嗯 是可以选择豆浆去取代 这样子的牛奶 就是乳制品 就是说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 对牛奶过敏的 也是可以 不用喝牛奶嘛 他可能吃别的东西 那 但是如果说一个小朋友 他正在发育的小朋友 除非说 家里面很严谨的吃素 嗯 否则我还是建议说 还是 牛奶还是很重要 淡奶素 哦 淡奶素就OK 那如果说要买那种 钙片补充的话 那钙片有好多种啊 呃 其实这个更复杂一些些 嗯 呃 吃食物 嗯 不要吃食品 是是是 那我们吃的东西 还是看得到的东西 嗯 绿色青菜 一些大头菜 呃 坚果类 吃那个东西 其他含钙也不会太少 紫菜齁 这些东西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真的是有些东西 你没办法吃 或者是觉得说 不管是过敏了 或者是 呃 每天你觉得你摄取不够 你一定 一定要吃钙片的话 要胜选 嗯 它其实有时候不是品质的问题 而是说 它某 每一种钙 嗯 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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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吸收不太一样 嗯 我们吃下去的东西 一定是选择吸收比较多的 对 而不是它含量比较多的 对 哪一种比较好吸收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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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看 每个牌子里面的 它含钙的那个百分比 哦 就是说营养补充品哦 也不见得贵就是好 贵也不见得适合你 所以不如从食物里面去摄取就好 对 是重要的 嗯 时间上很短的时间我们简单请教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的规 这些的做法 不但能够帮助孩子长得高 对于过敏的改善也有帮助 是不是 你说呃 以子营养的部分吗 那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长高跟过敏有什么关系呢 嗯 事实上我们知道说 这样我们每五个小朋友就有一个过敏 是 那这些过敏的小朋友呢 事实上他 你会想想看他晚上其实他睡不好的 嗯 他可能会皮肤痒 打喷T 有鼻涕咳嗽 他也没办法睡 是 那他的生长肌肉分泌一定是不足的 是 那么他需要的是 我们刚才说成长必须要 优质蛋白质 嗯 可是呢 他不能喝牛奶 他也不能吃鸡蛋 嗯 因为很多是对这个高蛋白的东西他会过敏 过敏 那是不是营养也不良 对 也不均衡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一个重要的第三个概念 运动 嗯 每天都要运动30分钟跳绳 嗯 他可能跳两下就喘起来了 嗯 对不对 而且过敏的气喘的小朋友 事实上你看我们这几个重点 其实他很难去 都没有办法去做到 而不是因为这个小朋友过敏 会让他长不好 而是我们要知道说 过敏的小朋友 这三 这些条款 他都平常异常生活连 他没办法做到的时候 我们要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他 说你对这些东西过敏 那没关系我们吃别的东西 哦 对不对 那你的运动是哪些过敏 那我们就选择你比较 不会过敏的运动 对 可是像刚才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如果你对牛奶过敏 因为真的很多小朋友 没做奶 是的 那你就改喝豆浆 那有时妈妈也学问 可是那黄豆豆浆有那个 那个 雌激素嘛对不对 对有植物性的 其实那个没有关系 嗯 不会对我们也影响 你也不可能喝很多吧 是的 对 所以总对小孩子来讲 早晚可以喝也是东西 OK的 是的 你不会 对啊 不会一次喝20公升嘛 是的 所以跟着杨诚医师这样做 大家就可以养出 长得高 不过敏的孩子 真的 这是很多家长 不是很多 是所有家长的愿望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杨诚医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这个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获胜 嗯 好 我们明天 POP掌声报 11点钟继续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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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契默契 谁是世界上最闪亮的男人 LYPAN 手机 刀机 刷机 攻击 Eduardo экран 推进你的客皇ke 推进你的壳碑 身份 包括Oooh YOU'RE SO STRONG You are so strong 追尽你的歌杯 小美 Oh you are so strong You are so strong 追尽你的歌杯 小美 Oh you are so strong You are so strong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